大家好,我是佐助你菜的周永 花架大家都喜欢 哪个好吃菜,烙枕最好吃 花架买回来,把烙烙洗干净 从这个菜煎的很多 姜葱下锅 料酒来点 花架倒进 这个花架,反而爆口就是喝的 如果没爆口,这个花架就要不定 选这个花架一个小技巧 像这种,打了口就是新鲜的 花架没穿久了 刚好扎口就行了 拿起来 拿到凉水里面,扣一档 白盆边 花架让它冰成 我们把枕打起 青红小米,把架切成圈圈 大蒜切片 和指尖片和到一起 洋葱这几块 这个花架都不加芥末了 十几乎酸的拌 这个酸的人拿起用的时候 要摇,摇均匀 把枕来弄,才想吃 好吃 这个花架比较多 摇有点蒸 白洋葱,小米辣,枝姜 温到都是酸酸辣辣的味道 把花架捞出来 这个花架肉保满了,把枝淋进去 带上手盘把火转 这个蒸 用手来把火锅放下 每一盒花架里面的,要给它挡软 这个太好吃 尝一下 尝的时候,蘸点蒸 一定要舀点蒸来好吃 酸酸甜甜的,这个花架好嫩哦 还吃喝 嗯 这个吃起来吃不下都有点 还是跟卸会弄一些 谢谢 谢谢大家